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看到就是每次我的进步都是建立在 就是逆眼的这个基础之下的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逆眼才能决心 逆眼才想决心 和快乐的时候不想醒来 和快乐的时候谁会想到佛 先享受享受再说 有逆眼了才想解脱知道吧 才会生起解脱之心 然后才会在逆眼里面反复的思考 这是什么缘 为什么让我这么苦 然后去清醒起来 让自己觉醒 所以佛说我们刚强来话 所以世界六道 所以这个世界有六道 有些甚至有地狱般的苦触动你 你知道地狱 哎呀不去下 否则你因因果果果 你啥也不怕 所以有地狱 有些人很 嗯有地狱 如果他一担心佛 他就怕下地狱 他也不做了很多事 但是佛的目的是 你不要做 你做了你因果承受不起 然后呢你成不了 回归你就太慢了 而且逆眼多 漏啥全是荆棘石头 你走不过去的 障碍太多 是吧 但是你能在逆眼里面 能够觉醒 而且竟然没避灭了 那说明眼福报大 是吧 也是福报了 是吧 嗯 如果在这个世界太送离的人 学佛真的有时候反而很难的 太送了很多事情 太送了嘴角 随心所谓要啥又啥 是不是 做事 他想到的就能做到 他想到的就能做到 一反 他连脑子都不动了 思考都不 文思修 他连思考也不思考 他会得解脱 他有没有解脱的心 他只是学学佛 装点蒙面而已 很多人是这样的 学佛的 我是学佛的就是改潮流嘛 因为现在学佛时髦嘛 时髦嘛 家里摆着一柜子佛经 看我多有文化 看没看 一蹦也没看 很多人都是家里 因为我借过这大照经本这一柜子 而且是靠经的 经装本 我也是在那个当下 看到我自己的 就是蜕变跟进步 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下的时候 才会真正的去感恩 就是伤害过我的 或者是 就算不管是有意无意的 过去我是没有办法理解 我觉得他都伤害我了 我还感激他 就是有点觉得不太能接受 可是现在会真正的就是 会愿意去欢喜信受这个部分 但是 也会变成说 不要造成一个就是自我创造 就是为了进步 你去自我创造这一些东西 对 也行 如果他的伤害能让你觉醒 或者你自己去闻思 去反省解脱的话 确实应该感恩他 如果他让你受伤了 受不如死 有时候算了 开玩笑的 但是有时候就提不起那句词了 算了 别想了 对 感恩不感恩这件事 说我怎么不像菩萨呢 不是说是所有的摩奈我都得感恩呢 他都伤着你那样 你生不如死了 你怎么能生起感恩心了 算了呗 你也别想感恩或者不感恩 你就继续往前走吧 但是有一天你解脱了以后 你才知道 神神似似的因因果果各族都在那嘛 他为什么伤害你 其实菩萨的慈悲是因为他知道众生的无名 有些人他是无意识 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知道吗 有些人他伤害你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在做什么的 他脑子就是 对他不知道 无名嘛 什么叫无名嘛 进水了嘛 就是就是那种 他就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状态里 他就是想这样想那样 他就说说弯弯啊 就是那 所以没关系啊 慈悲是因为因为了解他 了解他 他就有时候就像 就像吸毒的人说的话 你他不可信 自己醒来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 你看到众生他苦 就是他每个人不管 他只是难受嘛 他活得憋屈嘛 委屈啊 活得就是自己看不清楚 他有盲区有死角 他在那 在每一个盲区有死角那 他就哈 就那种说一些话 做一些事 伤害别人 但是呢 其实他自己无名导致的嘛 其实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就是说骂你 他也不是说想 真的想伤害你 他是 他是只是你是他无名的一个对象 现在发现无名的一个对象 是不是 就是 就不要 不要太其分别跟执着 继续往前走就对了 你知道他那是个坏 他过两千 他就变了嘛 只要他在修行路上 他也在成长嘛 你怎么会跟他计较 就是说你是个修行者 你继续往前走 大家都是修行的道理嘛 三见六道道理 你也不用管 你继续往前走好了 走走 随着你的修正 你自然生起慈悲 你就会原谅他们 原谅所有的人 嗯 你有慈悲心一定会原谅所有的人 知道吧 嗯 不是有句话说 你真的是有慈悲天下无魔嘛 人家说 我看了有一个歌曲说 我若成佛天下无魔 你有慈悲心才天下无魔 知道吧 有慈悲的人眼里 全是病人哪有魔嘛 天魔也是得病了 都是病重而已 谁重谁轻而已 是吧 哪有魔 都是去消息毒了 哪个记得多 哪个毒有犯了 哪个执着更厉害而已 哪个更狂 更我慢而已 就是这样 但是都是病 所以他都需要 都需要救度 嗯 在佛言 嗯 知道了 爸爸继续修吧 嗯 嗯 也不要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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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男的才行啊 女的不卑 不是这样的 嗯 我们的心是没有难以的 生理上才有 我应该是被我自己的念头 本来就是嘛 那你都不经不布 那扯个道把上 你本来是佛 你都不惊 不惊讶 是吧 是压根没信吗 哈哈哈哈 是吧 这不是佛第一 是吧 本来真正前去智慧 如来智慧得下 是不是 自己没信嘛 都有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是啊 为什么我认为这不是啊 迷啊 迷失了嘛 有局限性 有私教 有忙去迷失嘛 不认嘛 就算信了的人 也说 也发不起来啊 慢慢去证啊 破本能的分别执着啊 我说我们是穷子嘛 那华姐不是说 你穷子出去 一直认为自己穷不是嘛 一直自卑嘛 一直有局限 一直认为嘛 佛认回你了 做了佛子了 告诉你这个姐姐了 你都不敢认 你都不敢担当 你觉得 哎呀我这么穷 我怎么能放下这个世界 放下不依我所有 你出来不认为放下我就是佛 空性 你敢这样说嘛 放下我所有了 我好怕 你一直以人的心来去 呆战心静的活着 有伤与被伤害 就在这个世界 哇哇哇 那些小叨叨 什么飞刀 哗哗哗 伤害自己啊 我都躲着 我要对别人 是吧 现在是学了佛的第一顿 一顿坦坦荡荡 我们逐渐地把自己的心开始 打开 不要活着那种 就是 黑暗的或者 或者是阳光的 或者是黑暗的 或者是正面的 或者是负面的 或者是伤害的 或者是被伤害的 那种角色 是吧 不要扮演那些角色 不要扮演被伤害者 也不要扮演 是吧 要想伴演 伴演伴演如来 或者伴演伴演菩萨 是吧 是吧 现在装两天嘛 装着菩萨 是吧 就是说 如来是不知道 空性没法实现了 没法自在地实现了 那就 装个菩萨 也就是说 伴演一下菩萨 菩萨是什么 慈悲心不会失的 是吧 内外境不会被转的 哦 这不是 是吧 是吧 看所有的病 看众生 众生 是吧 都会宽容的 而且宽容不是一位众生 真的能伤到 你是一位众生无名啊 他在伤自己啊 他在造业啊 每天造业 每天在轮回啊 是他所有的 牲口意义都在造业啊 他在伤害自己啊 所以宽容啊 所以觉得 哎呀你真的是太可怜了 而且你内疚 内疚是因为你叫不醒来 你做不到啊 你的法门无量 你没打到啊 你的智慧不圆满啊 你叫不醒他 这是内疚啊 是吧 智责啊 所以你继续修 是不是 不是啊 这就是 装菩萨就装成这样 就行了 是吧 然后继续修啊 不断的法处要利益众生啊 而且舍弃一切不恐怖啊 因为你是无畏啊 不算无畏啊 你要把我拿掉 然后你要去 用这样的方式 去进入到生活 跟工作当中 是 然后对你自己的程度也好 或者是 你能自在的这个状态也好 是 它实际上是最根本的 是的 就是我们都是嘛 从不证明了 大家都是嘛 所以没有很伟大的 哪个更说的更好 怎么说嘛 其实只是 大家都是嘛 就聊聊天嘛 是吧 是 聊聊天 慢慢执着放了 就这样 接心了 所以用平常心去修道 很普通 嗯 不要那么神秘 不要觉得 哇 那我能成吗 就是这样的 成倒是如此普通的一件事 把分别拿掉 你本来就是 是的 所以做人才光猛万丈的 你头脑一念里边 永远你是光猛万丈的 普通的 平凡的 平常心嘛 嗯 平常心修道嘛 你没听过 嗯 嗯 因为你刚才四月里待过 因为你来的地方 你觉得很神圣 要把出家很神 出家不错 我并没有说你不许 不要出家 或者要出家 是不是这个你自己决定 但是呢 不要有那种熟悉的 雅式的眼光 或者是什么 把自己放的 放在一个框架上 放在一个框架 嗯 嗯 佛法都是工具啊 嗯 我们是平等的 哪个更适合你 这些方法 嗯 嗯 可以 也可以 对 哦 呢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